安大豪 歡迎回到垃圾教授 我是魯奈 我是小柯 你喜歡馬嗎? 有什麼特別的感情吧? 你喜歡妹子嗎? 好像可以 馬變成妹子呢? 好像不錯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沒錯 我們今天就要來介紹一款 在各地都爆紅的馬變成妹子的遊戲 賽馬娘 Yeah 馬子 聽說賽馬娘在日本剛上市的時候 上市五天 她的營收就突破了二十億 二十億日圓 日圓 但這樣數下來應該台幣五億嗎? 四點多吧 現在已經貶值了 不過她怎麼辦到的啊 精緻的3D遊戲畫面 如動畫般流暢的分鏡 真實的賽馬元素及歷史故事 加上可愛又迷人的每一隻賽馬娘 在賽跑上那種急劇魄力的速度感 讓這個遊戲在日本成為爆紅手遊 而就在上個月底啊 許多台灣籍港澳玩家 引頸期盼的賽馬娘繁體中文版 終於正式上市啦 不少玩家都迫不及待 趕快培養屬於自己的賽馬娘 我也是喔 不過在遊戲中啊 其實除了你要養馬之外啊 還有許多 在真實賽馬中會遇到的事情 像是賽道長短啊 馬的基因啊 馬的體力啊 馬的耐力啊 馬的持久力啊 通通都要培養 聽起來超複雜的 算了 欸不要啦宅夏真的很強 而且啊我今天這支影片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七個 可以讓你不用走冤忘路的賽馬小技巧 不對 羊馬小技巧 我說賽馬 羊馬的小技巧 所以就是懶人包囉 沒錯 他交給你了 繼續看下去 首先就是刷首抽啦 賽馬娘的核心重點就是 培養一批好的賽馬娘 而培育的好壞呢 就是要看支援卡的能力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啊 刷出好的支援卡 就會遠遠影響你日後的遊戲成長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四分之三 第一次開局啊 會有一連串的教學模式 建議小魔星一定要仔細看完喔 然後啊系統就會送你 許多的鑽石 注意喔 這大概是無課玩家 能一次拿最多鑽石的時候了 建議把鑽石全部都拿來抽支援卡 至少呢你要抽出兩張幾下推薦的SSR卡 或是有不少速度SR金卡也可以 越多越好有重複會更好 如果沒有抽到理想的卡牌 就刪掉遊戲數據重新登入 再拼一次就可以了 由於機率很低啊 很多玩家一刷就刷好幾個小時 根本講這個再正常也不過 所以首抽刷到好的資源卡 就是成功的 剛剛是四分之三嘛 現在是五分之四 剛剛說刪掉遊戲數據 是只要把整個遊戲刪掉嗎 我原本也以為它是要把遊戲就是 卸載然後重新安裝 沒有它就是一個鍵按進去有沒有 刪除那個資料 然後你就可以重新開始 就可以重新刷手頭了 官方讓你無限的這樣說啊 沒錯 超讚的 他很佛的捏 很佛啊 對不對 剛剛說的是資源存者 對 那馬卡呢 龍啊 沒有啦 不是馬卡龍啦 遊戲剛開局啊 會送你一張自選三星 建議呢你可以選以下幾種馬娘來練 例如像是小力帽啊 無聲鈴鹿 完善司機 那一二星卡抽到重複呢 也沒有關係 因為不僅好強化 有的馬娘也很好練呢 像是我的老婆黃金船或是櫻花競王等等 那如果你還是不懂一直問 那你就選米玉吧 因為啊米玉超難練 有些馬娘啊不一定是因為特別強才推薦給你們 而是因為養育他們的難度啊 會相較其他馬娘輕鬆很多 也方便我來當馬爸爸馬媽媽時 給更好的基因練新的馬唷 也就是說啊 你一二星卡呢還是可以練啦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練什麼 你練米玉啊 米玉很讚的 那你剛剛說這個馬爸爸馬媽媽怎麼講 頭對胎 人生就勝利了一半嘛 在遊戲裡面呢 你選馬爸爸馬媽媽選得好的話 你的馬聲也會很順利 首先是基因繼承 當你開始進入培育馬娘之前啊 會幫他找馬爸爸以及馬媽媽 來增加馬兒的基礎能力 不過前期啊 我們還沒有練太多馬娘 就用自動組合就可以了 或是之後建議父母啊 可以選藍色速度因子的馬 越高興越好 因為速度屬性啊 對這個遊戲來說非常重要喔 那唯一要注意的是 盡量讓適合度跑出單圈或雙圈 那效果呢 就能發揮得很好了 總之呢 就是讓這個速度的基因高一點 不過還是要注意馬爸爸跟馬媽媽 氣不氣合 合適度很重要喔 你要是不合適的話 就一直吵架 在離婚 對沒有錯 對對對 你還可以借你朋友的馬爸爸或馬媽媽來用 什麼意思 朋友的也很不錯 對 大家都是朋友一場嘛 借來借去沒什麼吧 一天可以借五次 所以呢 要記得把它借完 okokok 記住了 再來是支援卡選擇 每一次養馬前 將會選六張支援卡當輔助 記得 培育馬之前呢 先將每張支援卡等級練高 才能充分發揮卡片的能力 卡片配置的話呢 速度類型至少二到四張 剩下的呢 可以依照角色彈性調整 六張牌裡面 除了友情屬性以外啊 如果屬性同時超過三種啊 培育成效呢 就不會很好 另外第六張是可以使用好友的卡 建議可以去競技場追蹤一些高名次的玩家 這樣之後就可以用他們練的卡了啊 趕快去追蹤克勞吧 總之就是記得 在培育之前呢 你一定要先升級你的支援卡 再來我們就要進入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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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培育了 是多重要 要講那麼多別說 只要培育得好的話呢 就可以讓你的馬兒變得非常的厲害 賽跑第一名 考試第一名 考試一百分 奧數第一名 非常的厲害哦 進入培育之後 最上面啊 是你必須達成的目標 左上角 則是你能訓練馬娘的回合數 一回合啊 等於遊戲時間過了半個月 只要你進行任何一個動作 就會扣一個回合 如果沒在回合歸零前完成目標 馬娘的數值呢 就會直接停在當前階段 從培訓畢業 而且無法繼續訓練的哦 不過可以再重新練新的馬娘 只是你就要再重新花很多時間的心力去培養 大部分的目標 都是在回合歸零的時候呢 會要求你在那場比賽中獲得一定名次 不過有些時候啊 會要你在回合歸零前達到一定的粉絲數 或是完成幾場比賽 新手啊 很容易就會忽略這個任務 而無腦一直練下去 導致之後回合不夠完成任務 而培育失敗 啊~~ 我跟你講啦 你也不用難過啦 因為你只要再花30TP呢 你就可以再重新培育 可以啊 再來是你能做的動作 每個動作都會消耗一回合 開局啊 建議你先花一回合 讓馬娘外出 心情就會變好 歇雲的話呢 還可以讓馬娘唱歌 讓心情變成絕佳呢 他會啦啦啦 只要在好心情下做訓練 都會有額外的加成唷 總之呢 你就是要記得 你這個培育的目標之外呢 讓你的馬保持好心情 你的這個訓練效果呢 就會一級棒 胡賽亞女朋友是不是 是啊 他是你的女朋友 喔喔喔喔喔 訓練項目的部分啊 一開始會建議 從右邊人頭羈絆多的選 再來有驚嘆號的也要選 可以拿到技能 等到人頭獨條變成80%的時候呢 就會有機率變成彩球 這時候訓練會有大量的加成 所以啊 訓練順序是 彩球大於驚嘆號 大於人頭數2到3 如果都沒有 就可以考慮去修習回體力 或是外出提升自己的心情 或是去訓練馬娘的弱項 切記切記 訓練項目 如果失敗率高於10%的話 就不建議玩家們去賭 因為失敗會扣心情跟生病 可能要花2到3回合的代價 去挽回馬娘的狀況 超級無敵虧啊 訓練的順序真的非常重要 好好好 而且失敗的代價也非常大 絕對不想要 讓她失敗之後 劃2到3回合 去回復她的心情 絕對不會想的 我記住了 沒錯 在七八月份的時候 馬娘的訓練會去海灘訓練 而且那個時候她的等級加成會變成5 所以那時候訓練效果會很好 所以建議在六月的時候呢 可以先去休息啊 外出 讓她的整個心情啊 體力都達到了高峰之後呢 那時候七八月就瘋狂排她訓練 比基尼 耶 最後就是要完成一場又一場的賽事 你從URA決賽獲得勝利 就可以看到那隻馬娘結局 然後順利從培訓俊情畢業啦 不過這還只是一個小小小小小小里程碑 你必須培訓至少五種馬娘 才能在競賽項目中比較有優勢 而且啊之後的目標就可以往養出 擁有藍色三星因子的馬娘前進囉 建議把馬娘單一屬性培養到600分或是B級以上 最有可能在培育結束後呢 擁有藍色三星因子的馬娘 就能拿來當下一隻培育馬娘的馬爸爸或是媽媽 如果自己以及父母都擁有三星藍色因子 這就是大家俗稱的九星馬娘啦 這也是所有玩家的目標呢 聽起來超級複雜 真的很複雜 而且複雜之外呢 還很看臉 你就看馬娘的臉 沒有看你自己的臉 喔看我自己的臉 喔喔喔 喔喔喔喔 你還不一定養得出來 就是很運氣 不過這也是這款遊戲的魅力所在啦 反正你就多培養幾次 一定會有一次是成功的吧 養女兒就是這樣嘛 我努力我努力 剛剛這個影片講了那麼多小技巧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不記得 我已經忘了差不多了 沒錯貼心如我呢 幫大家準備了一個小技巧的這個小結整理 就在這邊 我直接照著念 一 首抽以刷推薦的支援卡為目標 刷一下 真的不會後悔 二 一星二星的馬娘不一定比三星還要弱喔 三 精英的父母走馬盡量選高速度的 速度快 就是好 四 培訓前支援卡要記得練喔 五 培訓時目標要注意 六 培訓失敗 代價真的很大不要賭啊 七 刷除藍色英子九星馬為目標吧 養馬娘就是需要慢慢的肝 慢慢的培養出好素質的馬娘 甚至還非常需要靠賽的遊戲 當然也可以靠課金達成Petwin的成就 不過馬娘課金的尺很深 需要課很多還有運氣成分才能練出很強的馬娘 但我玩遊戲就是要快樂 選擇我喜歡的馬娘一邊慢慢了解她的故事 一邊享受賽馬比賽的刺激性 最後再用馬娘們優美的歌聲來犒賞辛苦來回培育的自己 也是這遊戲所帶給我的成就感 好啦說這支影片呢其實也是希望各位入坑馬娘的新玩家們 不要被這個複雜的養成系統給嚇壞了 我真的嚇壞了 這真的是個很棒的遊戲 看完之後希望你就可以養出你喜歡的馬娘 黃金船 100分 那大家喜歡哪一隻馬娘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告訴我們喔 黃金船100分 喜歡影片的話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看小鈴鐺喔 黃金船100分 我是露奈 我是小柯 下次見啦 掰掰 100分 7 1 1